女團的最後一位壓招成員登場了 歡迎Rose Mama 林馨如 哇 她真的是我們的靈魂人物耶 她透過完整度極高的羅宇農一角 帶出了整個80年代的調通文化 串聯了整部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她處理情感濃烈但是不落俗套 因此入圍了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她跟蘇媽媽之間的相愛相殺 會就此有個了結 還是她可以許願成功雙蛋黃共同得獎 其實謝如姐 我覺得啊 你看你就是以16個夏天 已經拿過戲劇類節目獎 這個最大的獎嘛 那在專訪裡面聽說 你好像對於這個戲劇類女主角獎 其實非常地有興趣 想請問一下 我非常地有興趣 真的喔 Rose Mama 今天在這邊 你覺得你有什麼地方 什麼優勢贏過咱們的蘇媽媽呢 我顏色比她亮 顏色比她亮是不是 好 那這樣子我們的蘇媽媽 也是素人不舒勝 真的 你覺得如果真的 兩個人一起演戲一起較勁 如果你勝出的話 會是哪個優勢 而且蘇媽媽 你第五度入圍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了耶 快點拿出你最最最最 那是鴨香寶來 這要什麼鴨香寶 你說跟那個蘇媽媽 對啊 你哪裡可以贏過 蘇媽媽 比她高一點點 好可愛喔 好有智慧的答案喔 哇 那爺爺呢 之前因為你嗆家 阿季 你說你贏過她的就是顏值了 喔 還不夠明顯 應該還有身材吧 Oh my God 希露姐想請問一下 其實調通文化的背景 你的考察好複雜 你怎麼會想要用這樣的背景 來拍這部戲呢 這樣的背景 因為我其實從小也是在那個 那一區長大的 零居喔 雖然不是林森北路 但是也距離很近 然後小時候也有去那邊 參觀過 是是是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很有發揮的一個故事 有啊 叫我要加油 然後 對 加油 嗨 給氣球吃光 眼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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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慢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哈囉 大家好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… 可是我也… 看什麼卡 快聽了嗎 卡 哈哈哈 哈哈